大事男星漂宝剑3月14日抵达香港 3月15日举行记者会 然后在16日晚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粉丝见面会 而漂宝剑在顺利完成演出后并没有马上离开香港 而是趁着放假在香港到处揉览 不少粉丝先后在尖沙嘴,迪士尼等偶遇偶像 之后3月20日,漂宝剑再次现身亚洲国际博览馆 这次是称场男团防弹少年团的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首场演出 由于漂宝剑跟BTS成员金泰亨是好哥们 不少网友上传了漂宝剑在观看演出期间的视频 看着他开心应援的样子,十足一个小男孩 另外3月21日晚在香港玩了八天七夜后 穿上白色衣服,戴上红色帽子 漂宝剑终于通过香港国际机场离开 不过他的目的地并不是韩国 而是直接前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亚训 不知道漂宝剑这次的香港之旅休息的怎么样呢 相信他一定收获满满吧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